我看 可辨的 OK 我们用N test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云不云许怒 能不能空白 也就是如果你里面有空白的话 那你这地方就不能 不能打勾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做一个save 这边把它储存 他问你说你这个资料表名称叫什么 我们就叫做陈云 OK 直接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资料表里面 我们把它重整一下 这个应该 重新整理上面 重新整理一下 OK 他就会重新整理 那你就会看到这里面的话 应该就会多出一个资料表 关闭 再把它重整一下 再把它重整一下 可能要再乱一下 等一下 OK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请各位先在这个地方先新建一个 这个database的mdf 然后呢 再到这个里面呢 新建一个什么 新的资料表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应该是这样 在 资料表底下会有一个成语 然后呢 你再把它展开 就会有三个栏位 三个栏位 然后呢 我们如果要把资料贴上去的话 你可以在 成语上面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 有个显示资料表内 资料 就是显示资料把资料 点下去之后的话 他就会把资料 秀出来 秀出来 那我刚已经把 这个1000多笔资料把它贴上去 那贴上去的方式 你点一下 第一个原来是空的嘛 你按右键把它贴上去 他就会把 1000多笔资料贴上 不过我发现贴上的效率好像很慢 他会等很久 就有点卡住了 所以 你们等一下如果贴的时候有优 需要等的时候 稍微让他跑一下 那另外呢 像学生通讯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们还要在建立一个学生通讯录的资料表的话 一样在上方按右键 加入新的 资料表 那一样 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分别的话 可以把它做做这个 分别直接就在这个地方新建 然后一样 学这个 把刚刚这一题 就是 学生基本资料 你再建立一下 就是说里面包含就是 总共22467个栏位 然后把它放放上去 这里面的这个资料 类型的话 除了座号是那个座号部分的话是 你用那个整数部分 那整数部分的话呢我想这个地方跟那个 access 稍有不同 里面也蛮多的 那我想